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,北宋就不会灭亡,更不会有靖康支持。 大家好,欢迎您关注繁华五千年,世界太拥挤,心里太空虚,城市的喧闹,始终不属于自己,想到你,心里就会充实,愿订阅年书的朋友幸福平安,快乐每一天。 新来的宝贝们,没点关注的,请点一下关注,点关注,不迷路,喜欢的请给年书双击订阅哦,感谢了。 接下来,年书也会好好努力,请大家双击订阅谢谢,好人一生平安。 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,一年天久汉布雨,四方百姓饥寒交迫,纷纷流入京城求生存,一个人将机民的惨状化成图呈献给神宗,并要求废除心法。 他甚至拿出自己的脑袋做赌注,声称,如果废除心法后的十天内仍然没有下雨,就请斩了我的头。 在面对天灾和流民的压力下,神宗开始动摇,他开仓赈灾,暂停或废除了许多心法,试图缓解局势,最终在神宗采取举措后的那天夜里,天空中下起了大雨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还要从王安石说起。王安石,自幼学冠中西,才华出众,年纪轻轻,就已经颇有名气。 22岁时开始步入仕途。按照当时的规矩,他在做完一年的地方官后,就可以回京城去考试,接下来就可以留在京城继续晋升。 但是王安石并不这么想,他认为,做几年地方官员可以更好地了解民情,积累智政经验,因此放弃了回京考试的机会,并被改任银县支线。 王安石坐支线期间,开始实践他的变法思想,他将仓库的机骨带给百姓,等到收获后再偿还,这样即使存粮得以更新,也是百姓逃脱了高利贷的盘剥,对国家和民众都十分有利。 因此,王安石非常受到百姓爱戴,他不追求名利,采取了很多有利于百姓的政策,受到了文艳博,欧阳修等达官的赞赏和推荐,但他一直坚守在地方官的岗位上,声望越来越高。 家有五年,他被任命为三思度之判官,这个官职管理国家的前骨,令他充满信心,决心变法,向仁宗尚书,强调只有富国强兵,才能解决当前鸡贫鸡弱的局面。 虽然仁宗未与理睬,但神宗赵虚却对他的主张很赏识。 在仁宗时期,王安石的正式报复得不到施展,最终因母亲逝世的原因辞去了官职。 后来,仁宗继位后,聘请他回任官职,但王安石拒绝了。 随后,赵虚即位并任命他为江宁之府,几个月后又晋升为汉林学士,神宗非常欣赏王安石的才能,在西宁二年授予他参之正式的职位,让他主持变法工作。 在几年的时间里,他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理财、整军、科举和学校制度变革的措施,包括军书法、清苗法、农田水利法、免疫法、示意法、方田军税法、保甲法、保马法和将兵法等,同时变革了科举考试的内容,并制定了学校教材和管理规定。 这些新法的实施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,增加了财政收入,加强了军事实力,实现了以变法复国强兵为初衷。 不过,由于新法侵犯了达官和豪强的利益,因此从最初开始,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就一直在阻挠新法的实施。 同时,王安石也一直受到攻击和反对。 在推行新法时,神宗表现出了积极的倡导和支持。 他坚决任命王安石主持变法,除掉了反对新法的人,并下诏惩处不奉行新法的官员。 这些措施加速了新法的实施,让新派势力迅速壮大。 然而,在新法执行过程中,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缺点,引发了保守势力的反弹。 他们以清了法在河北地区实施时,强迫百姓借贷为把柄,试图击垮新法。 但神宗的维护和支持,使得新法得已顺利执行,旧派势力逐渐减小,新派势力不断增强。 不过,由于新派内部鱼龙混杂,各色人物纷纷倒向新派,因此也引发了后来新派内部的纷争。 旧派对新法失败并不甘心。 一年天久汉不雨,四方百姓都来到京城求生存,依然把鸡民的惨状做成化,呈现给了神宗,并要求废除新法。 他甚至拿自己的脑袋做赌注,声称,如果废除新法后的十天内仍然没有下雨,就请砍掉我的头。 在面对天灾和流民的压力下,神宗产生了动摇,于是他开仓赈灾,暂停或废除了许多新法。 不过,那天竟然下了大雨。虽然神宗在新派官员的劝告下逐一恢复了新法,但这一突变使王安石陷入矛盾和困境。 王安石提出了辞职,推荐他最信任的吕慧卿执政,以继续推行新法。 尽管吕慧卿曾经是王安石倚重的人,但他却在大权独揽后,便得越来越狂妄自大,改变了新法,并试图扳倒王安石。 神宗看穿了他的恶意,立即召回王安石,罢免了吕慧卿。 虽然王安石重新回到职位上,但新派内部已经产生裂痕,王安石心灰意冷地辞去了第二次官职。 原封八年,一千零八十五年,北宋的神宗去世,由宋哲宗接位并改元元佑,太皇太后高氏太使垂帘听政,哲宗即位后还任命王安石担任司空之职。 然而,太皇太后高氏一直反对新法,等到自己垂帘执政后,便迅速罢免了支持新法的官员,并立即启用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为下。 然而,司马光的主张却给王安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,司马光主张以母改子,即废除新法,回归旧法。 这对于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 王安石深感失望和忧虑,他不得不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和反对声音,他内心的痛苦让他选择隐居江宁,不再关心政事。 但他内心的痛苦却无法消除,无论是深夜的梦境还是白天的繁忙,王安石无法摆脱对新法未能完全推行的遗憾和愧疚。 这种情绪最终导致王安石在中山上病倒,并最终离世,享年66岁,他的去世让人扼腕叹息,不禁感叹人才的流失和社会的不公平。 王安石是一位富有远见和变革精神的正式家和思想家,他的心法虽然遭到了强烈反对,但他坚定地推进了这一变革,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正式格局。 新法的实行使得税收更加合理,减轻了贫困人民的负担,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。 王安石还注重教育改革,推行了官员考试制度,提倡实用主义的科举制度,使得人才得以公平选拔,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。 然而,新法的推行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和反对生意,一些旧派官员和地主阶级认为新法削弱了他们的利益,导致社会的不稳定。 他们对新法进行了猛烈的抵制和批评,企图重返旧制度。 与此同时,司马光的以模改字主张也进一步加剧了王安石的困境,司马光的主张呼应了许多人的观点,尤其是那些对新法持怀疑太多的人。 这使得王安石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阻力,甚至让他感到失望和无奈。 尽管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遭遇了重重阻力,王安石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念,他相信新法能够为国家带来长远的利益,为人民带来福祉。 他积极推动各项改革,努力使国家走上正轨。 然而,新法的推行不可避免地引来了争议和分歧,在种种困难面前,王安石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坚定的姿态,他深知变革必然伴随着痛苦和牺牲,但他从未回避过自己的责任和使命。 王安石的去世,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,他是一位为国家和人民奋斗终身的政治家和思想家。 他的变革精神和改革思想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,成为激励后人的力量。 王安石的一生充满了艰辛和挑战,他的理念和思想经历了无数的考验和质疑,然而,他的努力和奋斗为中国历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页,他为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打开了中国古代变革的新篇章,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。 王安石的精神将继续激励着人们,让我们勇敢地面对变革,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。 他的变革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的发展,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。 他提倡以京士致用为主,注重实践和应用,在这一点上,他与当时的其他正事家形成明显的区别。 他还强调朝廷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来引导和帮助百姓,这种以百姓为中心的理念在当时并不普及,因而备受争议。 对此,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年书讨论吧。 最后的最后,亲戚朋友们别忘了双鸡加关注,爱你们哦。 这个最后,亲戚朋友们别忘了。 这就算是一个体罪。 感谢观看